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or心靈分享 今天呢,你看的時候是早上 我錄的時候又是慣例地11點鐘 我經常11點鐘開始錄東西 所以現在在我懶樣樣地 很舒服地抱著我的這個 鷹帽枯筍 鷹帽枯筍 是不是很襯色呢?整個背景 Anyway,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2012年開始做網台 2012年4月還是8月 8月就加入了這個前網台 就是花嵐電台 然後我拍了50集之後 就被人邀請我離開 現在我看回整件事我覺得是很好的 因為 我們前網台是專門講這個陰謀論 和神秘學 我對這些東西是有興趣 神秘學和這個陰謀論我也有興趣 但不是我最有興趣的東西 我最有興趣的東西是 原來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那個年代都沒有說 新心靈這個Term的 哪有呢? 是去到前幾年 周華山博士和周時常博士 搞這個新心靈平台 我才看到 新心靈? 又有330這個Term 又有新心靈這個Term 那時候都不知道 原來我真正喜歡的是新心靈 不單止新心靈 我還要喜歡的東西是落地入屋的 即是說 如果我去學新心靈 你要令我找到食 你要令我健康 你要令我找到老婆老公 老公 我不要老婆 sorry 令我人生去work out 即是走得通 因為我覺得 做人實在 當時 曾經 我覺得做人實在太過 現實太辛苦了 開門七件事 油米油鹽 柴米油鹽 醬醋茶 各樣都是錢 你跟我說飛碟 你跟我說靈異現象 你跟我說這廣路 浪費氣了 你跟我說你怎樣找到食 我怎樣可以安居樂業 更好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怎樣可以升低 可以 不單止 因為很有趣 如果你的靈性是升低的話 其實你的財務 你的錢都應該是升低 你的健康 你的事業 你的人緣 因為是你的人升低 這樣 ok 所以當時 當他們叫我 其實很禮貌地跟我說 其實Esther 我們這個網台都不適合你了 這樣 而且他們覺得我們太過 這個 commercial 因為我自己的看法 我之前都說過 就是 如果有嘉賓來我的節目的話 我會很想 很想 他們上完我節目之後 有很多生意 然後有很多客人 這樣 這個是我的目標 所以我也會 但我也會拿一些嘉賓 就是 你要給我的最好的東西 給我的 我的聽眾 這樣 我覺得這樣 win win 你找到生意 那我的嘉賓 那我的聽眾 就會學到東西 那我就有收視率 收聽率 那時候其實都不知道 收聽率有什麼用 又不可以換錢 那現在就說 YouTube 可以賺到錢 對不對 Anyway 那這本書 會很滿足到你 這個通行靈界的科學家 那這個史威登堡有什麼 這麼厲害呢 他呢 就是牛敦那個年代 跟牛敦齊名的一個科學家 那他爸爸呢 是來自瑞士還是瑞典的一個區目 那這個區目呢 就是說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牧師 或者是神父 區目呢 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那個區的 即那個 一個區裡面有很多牧師 那其實總之就是 背份很高 那還有以前那個年代 如果你爸爸是牧師的話 是區目 還要是區目 即是教育署長 那樣 不是一個普通的大學校長 或者中學校長 那你做兒子的 其實都會預料 你一定會做回牧師的了 起碼都會做回牧師來做 那但是史威登堡呢 就選擇了做科學家的 那如果現在這個年代的話 沒什麼所謂 你想做科學家 或者想做牧師 其實在家族來說 其實今時今日沒什麼所謂 但是當年來講 如果阿區目的兒子 說不做牧師 要去做科學家的話 簡直對整個家族來說 是一個奇恥大獄的 我們當然不可以明白 別人家國家的事情 那有趣的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天呢 小威登堡呢 就去了公幹 公幹的時候 就在英國的一個酒店那裏 在那裏住 那他吃完飯的時候 突然間整間餐廳 變得很光 衣霧瀰漫 衣霧瀰漫 然後跟著他就 咦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可以做戲 為什麼整個餐廳 那麼光 還有那麼多霧 然後跟著看其他食客 又沒有東西 個個很正常吃東西 跟著呢 就出現了一個 金腰帶八袍的天使 突然間出現就是 在他面前說 我會再找你的 跟著他就消失了 然後跟著 他再看看餐廳 為什麼其他人沒有東西呢 然後跟著呢 整個餐廳 仍然是煙霧瀰漫 然後慢慢散去 那我就想 死火了 當然是我這個 工作壓力太大了 搞到自己呢 有這個思覺失調 這樣 好了 跟著很快 去了第二晚 OK 那就回酒店睡覺了 怎知道同一件事 又再次發生 整個酒店房 充滿了白光啊 煙啊 好像很多煙霧 那樣 然後又有一位天使 跟他說 我們之後會帶你去天堂 然後 有事給你做 這樣 有工作給你接 這樣 跟著他就嚇到 好怕好怕好怕 這樣想著 死火了 我一定是精神有問題 為什麼會連續兩晚呢 這樣 然後很快之後 他就果然 被接去天堂 然後 亦都下過地獄 然後 然後 在他 之後的二十七年 當時的五十七歲 然後 五十七歲之後的二十七年 是他不知道去過幾八次 幾千次幾萬次天堂 然後每一次下回地獄 地獄 不是地獄 地獄 他去了兩三次 有天使陪著他去 然後 每一次他回來 地球 做回地球 時 他就狂寫 寫 寫 寫回所有 他的所見所聞 然後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科學家 甚至乎 不是普通的 他又不是channeler 而是他上天堂 下過地獄 下過很多次 而是 他是被選擇 來去 告訴我們人類 天堂是甚麼回事 而地獄又是甚麼回事 地獄他比較少 以他的描述去過幾次 但因為 很恐怖 非常之恐怖 非常之吐心 所以 他是有天使護著他 然後 他寫了很多很多很多本書 例如 我讀給你聽 例如 就是 天堂與地獄 自然事物的原理 靈魂世界的秩序 新耶路撒冷 神智與神愛 神 神 我看不到 因為我這個不是眼鏡 我寫了這幾本書 相當精彩 甚至乎 他被譽為是國家的國寶 因為他拿回來的資料 非常準確 而是女王都會試他 看他行不行 而這本書裡面 有很多資料 是很精彩的 而為何我把這本書 和我之前說 我在前網台 被人要求離開呢 是因為 其中一個點是甚麼 他在這裏說得很棒 在他的這個第 198頁 他說 不要被靈異現象迷惑 所謂靈異現象很多東西 可能是UFO 可能是一些 你明白 晚上我又不太想說 11點 或者是 你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甚至乎是吸力法則 大家都不要太過被這些東西吸引 就是 哎呀我看到藍羽毛 說就好了 說完一次就算了 或者是 多巧啊 因為吸力法則 很容易令到大家 被迷惑 例如 Aster 為何你會 CREATE到這麼多錢 或者CREATE到甚麼 誰都可以 不過 你看這個 總子夠不夠 所以我喜歡 總子法則 都 挺多 因為總子法則 解釋得很清楚 就算 A玩吸力法則 B玩吸力法則 C玩吸力法則 他們都會 為何你又可以CREATE到一個好老公 這個可以CREATE到很多財富 另一個可以CREATE到很多的名譽 得獎 咦 但是 哪一個又不行 這個這個那個 這樣 然後大家會製造一種比賽 一種比較 就是到底誰比較靈性 這樣 其實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而是 你後面有沒有種子 就是說 你要創造財富 你明白了 我要吸引財富 那麼問題你有沒有種子 你有沒有去捐錢 你是不是樂善好私 你的前世 你的祖先 多不多這個好種子給你呢 那麼 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點來的 如果你是沒有好種子 你沒有 譬如老實實 我們五十多歲還沒結婚 為什麼 因為親密關係的種子不好 那麼 你怎樣吸都吸不到的 那麼 而事實上 譬如我們就算是身心靈界 都會有很多的導師 是沒有姻緣 沒有親密關係 沒有子女 而又更加多的身心靈導師 可能做得剛剛入行 無奈的那些 根本摸不到行頭怎麼做 然後是 捱得很辛苦 找不到錢 找不到食 但是以前在自己的行 好像我們以前做投資 都是非常之叱渣風雲 那又如何呢 那其實這個就是 你背後的種子 是怎樣 所以我遲些會開始講 種子法則 那好了 所以 大家不要給這些 靈異現象上吸引 而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 有些事情 我不說了 因為現在晚上 外面的街 你想像是很多的 其他的眾生 儘管這麼說 所以大家情緒低落的話 不要出街 你喝醉的話 找人接你回家 不要去夜街 少些去一些 葡點 黑蚊蚊 骯髒 很多人吃煙 很多性交易 很多毒品交易 所有這些地方 那個地方的能量 磁場是非常差的 我想我也不知道多久沒有去過 真是來得不得了 那些喝酒的地方 看似好像很開心 大家都嘻嘻嘻 在那裡猜猜猜 因為我怕吵 總之人多的地方 我都會少去的 所以為何很感恩 會志社 會志社 是在唐尾道 是很安靜的地方 好了 繼續 然後去到189頁 就是獲得善靈的協助 什麼叫善靈呢 譬如天使 譬如 幸運的靈 健康 靈有很多種 有健康的靈 幸運的靈 準時的靈 友善的靈 和愛的靈 慈悲的靈 有天使 有觀音的靈 有耶穌的靈 有耶穌的靈 有聖靈 這樣 那你怎樣可以去吸引這些靈 去幫你呢 怎樣吸引這些天使來幫你呢 那就是當然自己行得正 站得正 多點幫人 來來去多幾句 其實 不要怪我 其實UFO我也有興趣的 還有很多那裡有UFO 那裡曾經出現靈異現象 但是這些東西是很 in my term ok 在我的語言來說 關你什麼事啊 又幫不了你升聶 又幫不了你賺錢 又幫不了你 你兒子會乖些 夫妻關係好些 你的性福會多些 不會的嘛 是不是 那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呢 繼續 就是維持正面的思考和善良的意識 ok 這個很有趣的 你的靈魂會受到自己的意識影響 時常思考善良美好的事 多想想如何幫助他人 你就正走在通向天堂的道路上 只要在人世付出愛的實際成績 才是能帶進天界的資產 不好意思啊 因為這個真的不是reading glass 不是一個看書眼鏡 所以我都看得很辛苦 其實講來講去 無論是吸力法則 無論是總資法則 或者是這個通行靈界的科學家 ok 他都是講這件事 大家要很小心思考一些什麼 你吃了什麼都重要的 你吃了一些東西不健康的 就是你吃了一些東西不健康的肥 就影響你自己身體健康 是不是 三膏啊 或者是傷風感冒啊 是不是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放什麼東西在腦上 所以聽哪個人講話很重要的 有些人講話 哎呀我又不可以講誰 講得罪很多人 就是因為我又不想沒有朋友 總之有時候你小心點 就是有些人就算讀很多書都好 他們講話可以很負面很負面 還有 所以聽這個 心靈分享是好的 ok 心靈分享是講一些正面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我講很多呢 我自己的失敗機嫌給你聽 那就讓你不要走這個冤枉 ok 那所以 我們的語言很重要 我們想什麼很重要 還有我們是要幫人 經常都要幫人 ok 都是那一句 最近 真的那些財務非常之好 我的財運是好得不得了 那 我想我本身是那種 我自己本身是 如果我有錢的話 或者我沒有錢也好 其實我是很財疏的 就是我很喜歡請人吃飯 送東西給人 請吃飯那些 我很 很無所謂的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的 所以呢 而且我也捐了很多錢出去 最近我捐了很多錢出去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幫到人 還有我自己的時間 其實每日都拍這個心靈分享 都不簡單的 比如回到一十一點多 那你時間是錢來的 那所以大家 今天的訊息就是 不要給太多些靈異的現象 吸引著你 ok 我們要走到正軌那裡 我們要 新心靈 然後 新口意 講話 想話 做事 都是要靜 經常都想怎樣幫人 有什麼可以幫到人 那你是很難不發的 你很難是不成功的 ok 拜拜